Salamualaikum,大家好,咱们继续学习阿拉伯语句子 今天这个句子我给起了个名字叫 排山倒海的力量,阿拉伯语句子 那么最什么叫排山倒海的力量呢 咱们从后边一会儿来说,咱们先看这个句子 首先第一句 这句话很短,当然是我把句子分开了 因为一排写不开 上来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阿拉伯是什么语法呢 为什么这是兵格呢 兵格的形式呢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区分语 区分语 Salamualaikum本身是什么呢 人是数字30 30,我们平常说30 你不知道30指的是什么 他不像桌子椅子板凳手表 马上就能知道意思 Salamualaikum是一个很模糊的语言 我们管这个词叫做混沌语 类似的数词 基本上都是混沌语 混沌语 混沌语需要一个能够说清楚的话 这个词就叫做区分语 阿拉伯30年 这个年就是区分语 他要求单数兵格的形式 所以阿尔曼 塞拉苏呢 阿尔曼30年 30年这个词呢 做了这个整个这个动词 Modot的主语 Modot这个词本一端过去 过去了 是个动词 后面阿尼啊 做了Modot的间接兵语 间接兵语 借词短语 做了间接兵语 Intellegal alagot Intellegal是启动 Alagot是关系 启动关系 然后呢 Saudi e Sini 中国 沙特阿拉伯 这个这两个词 是属于从属名词 做了Alagot的定语 什么呢 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咱就说中沙关系 Intellegal启动 这个后 Intellegal的正片组合 也就是说 Alagot Saudi e Sini 做了Intellegal的正片组合 偏次 翻译过来 就是中沙关系的启动 然后是过去30年了 你的翻译是从后边 往前面翻译 这是因为中国的语续的关系 但实际上这个词 正确的翻译 或字面的翻译 应该是 30多年过去了 在中沙关系的启动中 这好像不像他话 所以呢 一般我们把这个借词 放在前面 借词短语 放在一个句子前面 就是中沙关系的启动 已经过去30年了 还是这个意思 大概的就什么翻译 我们意思到了就行 因为中国的语续 有它独特的方式 好 接着呢 下面的一个句子 下面的一个句子 下面的句子呢 飞马 上来这个飞马 就够大家理解一阵的 飞马是什么意思 是飞加吗 那个词好像我们查字典的话 都查不到这个词 因为它是个借词短语 借词加到后边的妈 做成了 组成了借词短语 这个词呢 我跟你说一个 另一个词就有名的 飞马变成飞哈 哈是什么 哈是宾属阁的第三人称 代词 他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飞马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是乘上起下的作用 这一个哈就将前面这一大段句子 中沙官里建立至今已有30年的 这样一个状况下 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在其中做了哪些事呢 所以它是一个成上起教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句子 叫做一权超人的阿拉伯语句子 其中就记到一个比赛 你看 它的作用就是有这么一个单词 之后能够将前面所有的单词 一次全部去那个代表了 好像被打掉一样 一权超人 所以这个词也有这种 有了他前面这个句话 被他完全代替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以翻译成字面 也可以翻译成其中 就在前面这种关系当中 建立的三人 其中有一些什么事情呢 这就说了 下开了动词 这上面应该有个跌幅 没有标 下开了动词 它是三母腐式 表示构成 是过去式的构成 构成了什么呢 首先主语 是两国间 两个地区间 还有地区的意思 两个国家 或者两个地区间的 三那一双方 也是二的意思 就直接翻译成两个国家的 台湾能合作 合作 就是这个做了主语 然后呢 共我 共我是力量 什么样的力量 政治和经济的力量 政治和经济的力量 做了共我的定语 政治和经济的力量 一般加个口气 什么什么的力量 在世界范围内 这是个时空状元 也就是说 其中两国的合作 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 经济和政治的力量 这是第三个 第二个句子 咱看第三个句子 第三个句子呢 首先一个哇 连接前面这词 前面连接词 连词 然后后边就是 打读 动词 本身这个动词 是现在是动词 本身有称为 认为是 这种口气 是什么呢 mubadilat 倡议 alhizamuvatrik 一带一路的倡议 alhiti 关系代词 atlagatha asini atlagatha asini asini 是这个 alhiti 本身是关系代词 atlagatha asini 是关系词句 这个关系词句 又是一个 有主语 有动词的句子 主语是 sini 中国 atlagatha 是发起 中国发起 这个alhiti 本身有得的意思 中国发起的什么呢 这个ha指的是 前面的一带一路 中国发起的 走到前面来 这是个ha 是个归词 我没得写 归词 归到一带一路的倡议 翻译过来就是 中国发起的 一带一路的倡议 被称为 或者是 用是的口气 可能更简单一下 是 后边又是在这了 bainet baldaini 两个地区间 或两国 后边呢 alhiti 是牢固关系 牢固关系 mati呢 做了alhiti的定语 然后呢 ahdarwafid 是支流之一 这是两国牢固的关系 的支流之一 这里呀 要提的 ahdar本身 又是个 混沌语 ahdar是一个数字吗 一个也是代表 一个数字 范围的一个 一个什么呢 他需要一个 解释这个一个的东西 这个叫区分语 bainet 哈佛的区分语呢 是支流 支流之一 把这支流 如果换成其他呢 组织之一 对吧 朋友之一 所以呢 必须要有一个区分语 来将前面的ahdar 说明白 ahdar叫混沌语 哈佛的区分语 这两 alhiti和ahdarwafid 又组成了正片组合 翻译过了牢固关系的支流之一 啊 这句话 啊 中国发起的 一带一路的倡议 被称为是 两国牢固关系的支流之一 这个黄的这块 做了主语 啊 整个这一段 做了一个主语 啊 主语从句 后边呢 是正片组合 做了宾语 啊 白衣呢 是时空壮语 好 下一个 这是一个排山倒海的句子 呃 这个其实是以上 对于上面句子的一个回复 这个做回复的这个 呃 网上回复的这个朋友呢 叫Abdollahmani 是沙特阿拉伯人 所以他的句子就 有的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人 这种气氛 啊 豪迈的气势 豪迈的气势 这种气势体现于他的句子当中 句子非常容易 但是他用张大名词和排比句 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 呃 把中国夸了一通啊 因为他夸中国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这句子分析一下 首先 I say you 中国 上面黑眼 是强调代词 咱们前面说了 他是 本身是主 主阁独立代名词 主阁独立代名词 表示强调 后边 最大的 他是个张大名词 阿拉伯语张大名词表示一种 扩大 最大化 夸大的意思 我在最新版的阿拉伯语书上 的语法书上提到 管这种原来叫张大名词 改为夸大名词 意思是一样的 啊 看他怎么夸大中国吧 后边 是沙特的贸易伙伴 怎么样意思 他是 他就是 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 后边又接着 他就是 共和托 阿拉伯 阿拉伯 说一代 就是新兴的 正在 呃 冉冉生起的 正在崛起的 啊 像一个竹笋一样 那么迅速生长起来的 他有这种意思 啊 正在崛起的 超级大国 啊 和 后边又说了 后边是 最大的难目 是发展的 经济体 最大的 世界范围内的 啊 呃 经济体 然后后边呢 我 阿克巴尔 又是用的夸大名词 张大名词 他将莫 把实力 人类聚集地 啊 人类聚集地 Felkaukab 星球上 啊 这个星球指的是地球 地球上 最大的人类聚集地 这个沙特阿拉伯的 朋友说特别的 有气势 中国是沙特阿拉伯 最大的贸易伙伴 啊 是世界上 正在崛起的 超级大国 啊 和最大的 发展中 经济体 是世界上 最大的人类聚集地 啊 排山倒海的气势 还是挺萌的 好 今天的句子就到这 谢谢大家